我繼續說,當我們練到小鼠的時候 除了我們壓啞鈴,要留意手腕的情況之外 當我們在練的時候,其實我們都要留意上臂 在過程之中,是完全固定,是不動的 因為當我們練的時候,如果初學者 就可能好像搖來搖去,有這個習慣性 其實當我們在練的時候 其實是將我們的上臂,過程之中是不動,固定 純粹是前臂上落 所以我們在之前練習的時候 如果身體和上臂是不動的話 可能你初初是很不習慣 那我們怎樣去修正這個動作呢? 我們可以在過程之中,我們可以拍完場 包括我們的身體過程 我們也可以在那個固定之下,我們是不動的 那麼我們前臂,純粹是前臂動 那麼我們上臂留意,我們過程呢 我們盡力在那個身邊、側邊的位置 好像黏住了這樣,純粹是前臂動 那麼,當然 我們就是這裡 Pang 殿免 這個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所以我們就是